天冷会想吃火锅 少不了的配料就是高丽菜 那么高丽菜又有什么功能 对人体又有什么好处呢 天冷吃暖更需要注意保暖 根据日本研究 冬季有三大保暖部位要注意 那么紧接着呢 又再把原事说播新闻的时间 交给记者 好的 主播 天冷的日子总会想要吃火锅暖身 今天要介绍高丽菜 它的产期一年四季都有 有分绿白色的和紫红色两种 紫色的纤维酵粗 一般都作为沙拉使用 属于十字花科 高丽菜呢 富含的营养很多 就研究学者表示 有抗癌的功用 含有胡萝卜素和维生素C等 能使小肠膜煤活性提高 具有很强的抗癌能力 也富含蛋白质 脂肪 糖类 纤维脂也很多 可以维持大便顺畅 预防便秘 吃完之后身体暖乎乎 但是就要更注意保暖了 根据日本的寒性体质研究学会表示 冬季有三个保暖部位 首先是脖子 因为脖子接触冷空气 手脚血液流动会变得不顺畅 第二个部位呢 就是腹部的肚子 是最靠近内脏的地方 一旦受寒 就会影响到内脏的器官 引起便秘拉肚子 再来就是脚膝盖以下 由于血液受重力影响 大约70%集中在下半身 如果受寒的话 血液流动不顺 会导致肩膀僵硬 心悸喘不过气 还有脚趾肩 离心脏是最远的地方 脚底很多汗线 如果不穿上 有吸汗的材质的袜子 脚趾就会处于潮湿 容易冰冷